顏色好 各位請賢 大家好 請坐 謝謝顏色好 好的 感謝天使的 今天來到了我們 埋養大學的格屋 那我們 如果 八條目 一個講義堂課 那教派我們還有八種課 好 那今天是 第七也就是我們要講的 格物 八條目基本上 它就像一個登天梯 什麼叫做登天梯 就是要回天的梯子 那梯子你要 一步一步的踏上去 如果踏空了 有可能會掉下來 所以要踏實 一步一步的登上去 所以這個是登天梯 那登天梯的第一梯 第一階叫做格物 也就是 我們今天來跟大家介紹 那看到這個 訓中訓 格物 旁邊還有一個 上面還有一個 外面去 好 不過在談這個 格物訓之前 我們還是來了解一下 傳統的古本大學 在格物這個地方 到底告訴我們 好 來讀一下 子女人 平壽 浮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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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 浮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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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名志 此為之本 此為之之之之也 這一點像在講 自知 但是呢 她卻是 格物一開頭的 色 第一個我們 有點奇怪 好像前面有些東西漏地 另外呢 我們看他這個內容 他在講聽授 我們如果授掛就知道 一個言再一個公 就是說如果有言以上的爭吵 最好找一個公證的 大家可以接受的趕快來調節 所以有真授 有這個聽授斷案 這個叫做聽授五猶人也 這個是孔子講的 所以是代表孔子 孔子說我跟一般的人沒有兩樣 五猶人也一樣的意思 必也死無送乎 必也就是代表說最要緊 最重要的 是死根本沒有受死 所以這裡面就有一個道理在 就是說大家都在征頌的時候 有些人是有征頌 那我就針對征頌來講 有些人是覺得這個治標 不治得應該怎麼樣 讓這個真授不會發生 那就不用去治理 就這個意思就是這樣 必也死無送乎 就是不要有真授事情發生 那我根本就不用去調節 好 那無情者不得進行詞 要是沒有真實的事情 不得進行詞就是說 不要捏造 講一些稀 稀講的 稀淡的言詞來控告別人 這個就是有一些人 這個真授是講的 誤告的 沒有的 用這樣子來叫做這個 虛淡的言詞來控告 那這個就是 無情者不得進行詞 大衛名字 自然就沒有征頌 不要有這種事情 其實就不會有征頌 但是平時在上的人 有其名德足以服名 大衛名字就是 為什麼 這個衛就是代表衛大人 那我反過來講 名為大人 這個孔子講的 金子有三位 為天命 為大人 為聖行 這個大人就是指 有讓人民心服口服的這些人 也就是上位的人 那為什麼他們可以讓人民敬服 就是他有名德 名德 大衛名字 指示為資本 這個資本就是說根本 也就是什麼 習誦的根本 我們要知道怎麼平習這個 真誦 不要常常發生真誦 有個根本 就是自己本身 每個人應該把自己都做好 那不要做一些悉講的事 悉講的事就是講一些騙人的話 那這樣就有很多真誦的事情 本來沒有 就因為誣告 所以發生 那孔子的意思是說 讓每個人都誠實 就是習誦 習誦 就是讓這個誦 不要我化身 我醉 不要我慌慌 好 那上面這一段話呢 不只是後學剛剛講的懷疑 好像前面應該有東西 有畫不見了 因為你知道古代的書都是寫在竹簷上 竹簷放久了很容易爛掉 所以這個大學從孔子的家 七父刮出來的時候 有很多這個古本孔子的一些書啊什麼等等 裡面也有大學 找到了大學呢 就是這樣子 所以呢 在格物自知之意 何今王 王 就是夫子在修訂 重訂大學的時候 他說啊 這個第五章 本來應該傳格物自知 不過感覺上 格物自知這兩章 好像失傳 缺了一些東西 王 王就代表缺失的意思 賢長竊起 臣子之意 所以 諸子就取陳儀 陳昊 就是陳子 所做的這個大學的意思來補充 取陳夫子的意思來做一些補充 因為感覺上好像有缺 那補充就是補充自知在格物 對 然後所謂自知在格物者 言 意 自 無 自知 首先對於我們要自 無 自知 就是良知 良能 叫做自 無 自知 首先要恢復我們的良知 良能 也就是格物的目的在哪裡 格物的目的是要恢復我們的良知 良能 首先在格物者 言 意 自 無 自知 自 無 自知 代表我們的良知 良能 那 在極物而窮其 理 在意到每一樣事情都要去徹底了解清楚 窮其 理就是每一樣事情天有天 地有地 外失望都有他的道理要去了解清楚 了解他的性質 物理 事理 這樣子到有一天整個真理就可以灌透 這是傳統 異經最有名的一句話 叫做 極物而窮其 朱子 後來是從這一句話 作為 道 問 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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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並不是原來的古本 因為古本的 格物 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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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所以他這個是朱子 他來解釋格物之主 等一下我們也可以比較一下 這個是 這是哪一位大仙呢 李先祖 李先祖來解釋格武 那這個是諸子 解釋格武 兩個 當然這當中解釋的內涵 有很多地方是不一樣的 我們先來瞭解一下 諸子的解釋 拜人心之靈 因為人心是靈明的 這個靈明就是清清楚楚靈明 靈明就是這樣子 就是清靈的 默不有之 所以沒有一樣 沒有一個不具有事件 就是說對於任何事情一看 我們當然就可以知道一些事情 知道 默不有之 沒有一個不具有事件 天下人都這樣 天下之物 至於天下的事情 默不有理 這個叫做天有天 必有地理 萬事有他的道理 沒有一件不具有道理 唯以理有未求 只是呢 我們對於這個天下萬物的事情 當中的道理 我們未必能夠了解 或者是我們了解可能不夠透徹 故其知有無界 所以知識就不能夠達到 無所不見的地步 就是說這裡的不見就是 有充分了解的意思 按照諸不知開頭 他先講一個道理 就是說這個道理是無所不在的 我們人有一個靈明明明的心 所以我們對這些道理幾次會見 可以知道 因為人為萬物之靈 所以我們人可以知道很多的道理 可是因為道理太多太多了 我們沒辦法完全知道他 所以在大學的剛開始 叫做始教 開始教人 歷史寫著即還天下之物 所以這邊就開始說 大學一開始教應該是先教天下人 先了解天下的道理 一切事情 天下一切事物都有他的道理 用他已經知道的道理做基礎 盡力不去專業 莫不引起以知之理 這個以知之理就是說 我們所知道的道理 做基礎 盡求之 盡力不去專業 希望能夠了解得更透徹 更了解 盡求其至乎其之 求其造義 拿來以基點 他這裡的意思就是說 按照諸子的時候 天下萬物都有他的道理 但是因為我們人 所持有限 沒辦法窮其力 所以我們應該學大學一開頭 先就我們所持的道理 可以記住 然後再來窮盡 也就是說盡力不去專業 然後去了解所有的 萬事萬物的道理 讓他通關全部的道理這樣 至於其用力之久 而一旦患然冠中間則 作物之表裡金諸武的道 所以這裡就剛講的 一旦你用你的基礎的所持的 然後去窮救各種萬事萬物的道 這個用力就是 包括你研究一些道理 每天每天很專注在研究 用力研究的時間很久了 自然有一天突然好像開竅一樣 就貫通了 貫通了一切道理 這有點像孔子到最後他說 我們到底已經貫通了 但後來貫通了 那這個貫通是需要有基礎的 它需要有一段時間的 不斷不斷的努力去寫實 則眾物之表裡金諸武不道 則一切事物的內外細細無不通曉 也就是萬物的道理就會很清楚 理理外外都很清楚 同時用於理解一切事物的 我心之整體大用 把它完全的明白了 完全的發揮出來 我們心事前提大用 在武不靈異 此謂格物 此謂知識之理 到這裡 原來他是在講格物 那剛剛講說 這個格物是諸子 對這個格物的理解 簡單的講 諸子對格物的理解就是 天家萬物都有它的道理 所以我們要去寄物窮其理 我們要去了解每一件事情的道理 那了解每一件事情的道理呢 但是事情這麼多對不對 我可能全部都了解 所以我只能用力一直努力 到有一天 當我了解到每一天練動的時候 有一天突然過完一貫通 通貫受惡的道理 就一以貫之了 所以到達了機率 是不是知識之理 所以 這個格物啊 按照諸子的說法 比較像是 往外去探究天下萬物的道理 聽不聽不聽 悟悟悟悟悟 所有事情都有它的道理 讓我們往外去奪過 這個叫做 極物而窮其理 萬事上都有它存在的道理 了解這個道理就叫做格物 這是宗子對這個格物的理解 因此呢 格子就含有窮救食物之靈的意思 這個格有窮救窮就是 當然你可以從宗子告訴我們的 這些道理當中去理解的話 宗子對於往內探究自己的心 這個部分講得很少 還就往外去探究萬物的道理 了解萬在事物的道理 容易不要被自己身上的道理 所以我們在這裡呢 特別特別要把它拉回來到這一點 就是說 朱子後來就走了另外一個路線 他是比較俗意 極物窮其理的路線 那王陽明就拉回來到心的層面 叫做格心物 那等於說我們可以把它區隔成兩部分 一個是格外露 一個是格心物 那朱子是邊向格外露 所以叫做道論學 那這個是心及理 這是王陽明 格心兩外露 所以後來宗命理邪就發展出這兩個部分 那一個叫做心邪又叫理邪 理邪就是格外露為主 極無窮邪 心邪就是王陽明 是兩則為其中 所以格外露是窮救天地萬物存在的道理 格心物是瞭解自己存在的道理 簡單的我們可以用這兩個計畫來代表 一個瞭解天地萬物存在的道理 一個瞭解自己存在的道理 你說自己的存在道理有什麼好瞭解 有國從哪裡來 將往哪裡去 人在人世間 到底所謂有沒有所謂的價值跟意義 那為什麼人要這樣每天每天過生活 總有個價值有個意義 有個主要的道理吧 所以我們的白羊大學 它基本上它並不是偏 極無窮邪禮的 這個那個往外的格物 也不是偏往內的心邪禮的部分 它是兩個都有 那我們看一下 格外露 極無窮邪禮 這個是諸子所講的 是 外在的事物 在應對的過程中都有其道理 這個應對 主要是應對 要知道說 譬如我今天走出來遇到了人 那我應該要跟他打個招呼 道找問好 這個就是應對的理由 應對過程中都有他的理由 你說啊 我不管這一些 我走我自己的路 我不跟人家打交道 那你就一定 那你可以不進行這個理由 如果你不是那一種 我行我是自己一個人的 你需要跟人家做很多的應對 撒少的應對解退 那你就要按照做人的道理 都有他的道理來做 所以我們應該去了解這個理由 探究了解 而且最終我們還要知道 最高的成就的理 就是一個人啊 他可以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為什麼一個人 可以被人家很尊敬 可見他這個做人的道理 這個道理做得很好 那這個格物就是要去格那一部分 就同樣每天在過日子 那有的人過得很有意義 很有價值 而最終還受很多人尊敬 有的人呢一直默默無聞 甚至過得很囂張 或者是過得很憂鬱 一樣一天一天在過 這差別在哪裡 差別就在這個部分 叫做格物 沒有做 所以以前 有一個很有意思的頂固 是這樣 那 他是 在 有個工地 在蓋一所教堂 那有個小孩子就 他經過那裡 那就看到那些大人在敲一斷頭 醫師他就走過去問了其中一個 他 叔叔你在這邊做什麼 小孩子好奇 那小孩子什麼 走開走開 小心 不要不要靠過來 危險 叫他走開 沒有辦法 他又跑去問第二個 你沒看到我在工作嗎 我在工作要賺錢啊 做人家養家 是第二個 那他去問第三個 第三個跟他講說 欸 這裡要蓋個教堂欸 我在參與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小孩子你要懂 以後你要多做一些有意義的事情 想這樣的事情 對不對 這三個喔 就代表格物的層次不一樣 大家會覺得說 那個第三個 那是最有格物的 那為什麼格物這麼重要 就是同樣每天 一天有二十四小時在過 你我大家都一樣 有人過得很憂鬱 有人過得很快 有人過得很充實 很快樂 覺得很有價值 每天每天這樣過 都好像滿多事情要等著做 但忙 忙不完 但是都覺得很充實 這當中的差別就在哪裡 一個有格物 一個沒有格物 所以格物並不是說 我往外去看任何東西 譬如說那個王陽明 他聽朱熙這樣講 他就有一天 他就對著他 因為他住的地方前面有一片竹林 他就坐在門口 端坐著 看著那個竹子 每天每天這樣趕 叫做起霧窮其林 看著那片竹林 看第一天晚後沒結果 第二天晚後也不知道看有什麼結果 到第三天 最後 隔物隔到吐血 因為他每天太轉出來 看不出什麼道理 他很傷心難過的樣子 吐血這樣 所以後來他就轉了 他說 哎呀 這個 你在探究外界的道理 用到最後 可能根本沒辦法了解 因為聽力萬物太好看了 這樣就轉到這邊了 所以叫做核心 好 極心極理 知每一個人的起心動念 要能了解是否合一道 這個是我們白羊的物獎 當時黃羊明 他把這個 是否能夠合以我們的良知良能 當作良性 就是說你的起心動念是不是 都是好的叫做良性 那是不是都能夠合以良心 這個有個治良之理 好 也就是起心動念 每一個念頭 當他變成行動的時候 你要了解到他有何因果 有何影響 這當中的道理就滿深的 有一句話說 菩薩未因怎麼樣 眾生怕火 但是為什麼眾生會怕火 眾生沒有做這個可惡的功法 他不知道我們這個起心動念 一旦被誘惑了 請坐了 那後果不堪設想 他沒有去想那麼多 也就是說格物 沒有到起心動念都可以 這個是應對進退的格物 這個是起心動念的格物 我們的白羊藝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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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個應對過程當中的理 他針對是針對東西的理及格他 那我們是講你的應對進退的到這裡面 那這個是起心動念的格 那要合理到 所以這個就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看看我們的底訊 底訊內容雖然很多 但是只有視覺最重要的 這四項 四項 第一個 在這個底訊的一開頭 我們要先談一個觀念 格物到底要做什麼 格物如果只是去了解外在的事情的道理 那這樣子對你自己有什麼辦法來講 增加知識協問 難道就只有這樣嗎 其實格物最重要它是一種 視我的雕琢 雕琢的意思是什麼 大家都知道 一塊從山裡面起出來的埔鈺 要變成一個眾人膜拜的 即使是觀世音像或是孔子像 請問他要經過什麼過程 就是切磋 雕琢的過程 切磋琢 那個切磋琢的過程 如果今天我們是修半道 修道是自己的事還是別人來幫我修 自己的事 那個叫做自我雕琢 所以所有格物的功夫 最後都是要用在自己身上 不是去要求別人 那抓在自己身上是要幹嘛 要成就你的精益之實 我們後面會講 所以格物 王耀明的格物功夫由格外物轉向 格內在的心性之物 這兩者剛剛講的 這是由心裡去著手 去走格物的路線 最終成為一個大物 這個就講到王耀明 那王耀明走心 心路 心極理的路線 跟朱熙走極物窮極理 兩個分出宋寧禮邪的兩大派 一個叫做禮邪 一個叫做心心 好 我們看看我們的白梁大學 我們白梁大學不跟你談什麼心血理血 我們是談最實際的格物 你講那個理血心血講來講去 反正是學問的東西 跟我沒關係 我會跟你講這個 意不足不成奇 每個人都是一塊頭 要吊著 我們讀一下 這是第六季 來 日著三親 謀山盡 一遍邪 十敬盛道一宣 麻雀疑魔堕監盡 啥 盛見我盡 古鈺是名人 這個格物的理性比較難是難在 他斷句 每一行的斷句都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剛剛在讀的時候 八句一段 八句一段都不見得對 你可能讀下來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對不對 因為斷句沒有那麼對 這個斷句 所以你最好在你的課本上 把什麼斷句弄一下 然後 第一行是從第六句開始 六跟七 為什麼要從這一行開始 因為我們是從整個格物最核心的 最重要的道理就是雕琢自己開始 所以叫做義不卓不成其 格物不是一天到晚去隔別人 而是要從雕琢自己開始 來 來 我們讀一下這一段 人如果是以外普遇 也需要雕琢才能夠成就 就如觀世音菩薩受到後人的膜拜 欲雕的觀世音菩薩像 是從山裡面出出來 就是一個觀世音菩薩像嗎? 不是 它是經過雕琢 欲不做不成性 人也是一樣 人也是一樣 格物第一個觀念 人都有很好的本質 就像福遇一番 但需要接受鍛鍊才能成就 格物的第一個觀念 就是要肯定自己 眾生皆有佛性 也就是都有美好的本質 但是都有佛性並不代表就是佛 有人這一輩子過完之後被人家罵成魔 那就代表說難道他沒有佛性嗎? 只是因為他沒有像一塊土翼經過雕琢 經過鍛鍊 所以他不能參與福 所以那個雕琢鍛鍊鍊就是格物的意思 以前我們在學古本的大寫 因為他沒有講到這些這樣子的觀念 沒有這麼深入的觀念 我們總是在那邊打轉 格物到底是格心物還是格外物 格外在的 格心物就是格自己心裡面的 要把所有的想法 那些執著都要放下 這就叫做格物 進入清淨比較多格物 忘了說 其實他就是一種自我的雕琢跟鍛鍊 自我的雕琢跟鍛鍊 所以意不琢不成奇 來 我們再來讀一下這一段 把水提供天驚賞 聖殿或吉普遇失明的 古人六萬年來在人世間 災難了很多的成功 要靠智慧水來洗滴 這就是自我雕琢的過程中 不是那麼容易的 要有真功識善 要有智慧水 把水來洗淨你的心 因為雕琢是雕琢自己的心 帶毛病去脾氣 洗滴我們的污垢 要學習淨點盛行 但如果沒有遇到民視意志點 就算你是以外很好的苦慮 恐怕也難有所成 好 你看這裡 他告訴我們整個雕琢鍛鍊鍊的過程 除了我們自己的努力 當然 我們還是要民視 另外 我們一定修半道 一定要以智慧 要靠智慧水來洗滴 那這個智慧 也就是我們這個 在上白羊已經有跟大家講 那個德 德就是一種 內在開發智慧能量的那一個 最重要的東西叫做德量 就是智慧水來洗滴 那但是這一切的過程 其實就是一個自我雕琢的過程 不會那麼容易喔 很辛苦 他是要真功實善 用智慧水給用滑水來洗淨 洗淨我的心 這個過程就叫做革悟 因為雕琢自己的心 就是包括感冒病 禁滴 洗滴我們系的舞垢 歇習景言盛行 當然一切一切的開頭 是因為明時的理智點 把我們的智慧打開來 那我們這塊獨裔就開始接受雕琢 所以獨裔接受雕琢 這個叫做格武的第一個功夫 他掛掛兩件事 第一個你這塊獨裔 就是眾生就有佛性 你要抓對你的佛性去 去挖揮它 去雕琢它 另外要有瓶絲來雕琢你 拜瓶絲啦 你要跟著瓶絲學啦 因為我們就算有一塊 是一塊很好的瓶藝 沒有一個瓶絲來雕琢 一個很好的雕刻師 然後他切瓦琢磨說 變成你一尊漂亮很美的佛像 那個功夫好壞雕出來 是不一樣的 差很多 所以我們遇到的是天底鄉 這個六萬年來最好的一個雕刻師 雕琢磨我們的老師 那個叫做瓶絲 叫做一代瓶絲 所以他開始要雕琢磨的時候 我們要受得起雕琢 因為他要雕刻你 雕琢磨你 我們受不了那個斷煉 那我們可能就一下就放棄了 有人在大腦上說 受到一點點烤他就跑了 所以那個雕琢跟斷煉 有時候是上天為了成就我們 那這個雕琢斷煉的過程 就是一個格物的過程 再來 成就金益金子的聖德佩天 來我們讀一下這兩題 金益金子的包望中 喜鳳正願心間此穿 聖結禮主 主當阿諷志 英盞著諷勢聖德佩天 要看這個 金益金子 然後再看這個叫做什麼 聖德佩天 好 雕琢 格物是要來雕琢我們 但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格物的雕琢到底要成就什麼 就好像你今天如果一塊土翼 你要到底要把它雕琢什麼 把它雕一個觀世音菩薩像 雕一個孔子像 或是雕一個祖師像 總有一個雕琢的最重要成就人 所以這邊是要雕琢一個什麼 金益的金子 這個地方就是要告訴我們 而且這個金益金子是聖德佩天 成就金益金子的聖德佩天 然後從這邊念 格物是自我的斷念 但不是一直往外去追逐 而是要先從自己本身專念起 鍛鍊自己成就一位金益君子 為什麼要用金益來形容君子 金是千水百略 要成就一粒金子很不容易 一個地方有金可以開場 代表這個地方的地址是經過很特殊 很久遠 還有當年一個特別的聖念後 所結晶出來 所以要練精練到九九成金 是不容易的 為什麼金子止錢你知道嗎 這個大地的土 泥土 殺死 死到這麼多 為什麼我們會把金子當作 那個最有下值的東西 其實所謂的金益君子就是說 我透過格物的功夫 要把自己雕琢成很有價值 而且是天地址最有價值的人 所謂的最有價值的一個人 並不是他很有錢 而是他在這個團體當中 或是在這個國家 這個地方當中 人家非常非常看重他 非常仰望他 雖然他兩袖金風什麼都沒有 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非常有價值的 然後就用一個名稱稱他 叫做這個叫做國寶 國寶籍 但是我們現在用的國寶籍 都是稱那些 比如說足球踢得很好的 或者是有特殊才華能力的 或者是我們說那個新冠印度來的時候 大陸有一個國寶籍的那個叫沈蘭 有一個那個叫什麼名字 就上次康薩尤雲 然後這次也是主持那個 他們就用國寶籍的風袍籍稱他 可是這一些現在我們所用的 聽起來很有價值的那個國寶籍的 都比不上這個字 叫做金以金子 他就像金子一樣 那麼樣的有價值 也就像玉石一樣 那麼樣的有價值 來 我們讀一下 玉石一樣 最美好的石頭就是玉石 玉石可以拿去賣錢 你隨便剪個石頭要拿去賣錢 而能賣不到幾個錢 在所有的石頭當中 玉石是最有價值的石頭 金子與玉石是天地當中最寶貴 最有價值的東西 用他們來形容君子 叫做金玉君子 聖得佩天 要向一塊五玉去雕塑自己 到最後成就一個金玉君子 能夠聖得佩天 這就是告訴我們 革悟的目的 不是要往外去革悟 是要我們成就一位 很有價值的金玉君子 你看喔 我們整個白羊大學的那個革悟 講的是一個 成就最有價值的 天地間最有價值的一個 所謂的金玉君子 你看這個革悟講得多好 傳統的你在解釋革悟的時候 就把它解釋成 那革外悟嘛 革到最後 貫通了 所有的道理都懂 這樣到底要成就什麼 有什麼用 有可能把天地間的道理都懂嗎 不可能 那你講革心悟 革至良知到最後 難道至良知就能夠成為佛嗎 所以宋明禮寫到最後 也沒有在道頭裡面 排上任何一個人 所以你不管是 革外悟或是革心悟 都沒有我們這個講的 那成就一個最有價值的 一個金玉君子 可以勝得佩天 那個就是革悟最高的產就 把一個人淬煉成 就像這樣雕走雕走 然後淬煉成一塊美玉 一塊讓人尊敬的 尊佛像 很漂亮的佛像 就像這樣把你雕走成這個 精益之勢 好 再來 千黑薪幻笑五言回 來 祟諸一下 各白國古千尋終於佛 首術言四圓一與之安 尊敷虛為絕保義 效法言徽不亂依探言 好 這邊特別講到言徽 言徽它有一個稱號叫做復聖 有沒有 它為什麼要用言徽 它是在講說 每一個做格務功夫的人 如果你曉得做的話 而且知道怎麼做的話 也就是說有名師來指點的話 或者是我們讀的這個白羊巴西人 真的懂得知道怎麼格務的人 他就在做一件事情 叫做復聖 他在做復聖的功夫 也就是說格務就是一個復聖 知道他復聖那兩個字嗎 恢復聖人的那種特質 或許覺得這個講得非常好 格務到底要做什麼 原來格務就是復聖 就是要把一個人 恢復像聖人那樣的聖德佩天 叫做復聖棒 要不然格務到底要幹嘛 極悟窮極理只是了解多一點道理 心極理只是讓你把良知良人拿出來 這樣而已嗎 格務要復聖 西懷千兮懷德效忍 接下來開始有一些斷念 剛剛這個斷念的過程 有虛懷若苦的樣子 要像廉文一樣 那這裡有三個斷念的功夫 來讀一下 所欠絕慧孫心緣 所欲馬的功夫 老善義馬念無聲 其事還要有堅定的志向 尋懷若苦 不隨波逐流 虛度一生 其三要效法煙迴 所以憶迴講說不要隨便亂看 因為非禮勿士 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 非禮勿動 那酸心炎所欲馬 這個叫做惡六共夫 叫做惡六時重 也是是米勒真經裡面講的三法性化 那種勞酸一把 你有沒有 滅無瘦 我們要學習復聖 不是只有把禮邪好 有贏 這個課己負贏 就這樣為贏 不是 那還要學會 勞善義馬念無聲的功夫 但這個功夫就難了 難在他要有民視的指點 要打開那一竅 民視那一竅 要打開來才有辦法 才有辦法二六時重 所以這個難是難在這裡 所以我們看上面的這一句 為什麼要接這個地方 這裡有個請問 這邊有講到民視對不對 民視 那所以來到這裡 他這個言回 言回酸心炎所欲馬的功夫 不亂看聽言 這個就是要有民視指點 這個功夫才做得到 叫做薄酸義馬念無聲 當然還有堅定的志向 懂得吸懷若骨 然後中流底柱 不吸督一聲 要有堅定的志向 要懂得課己腹 所以中流底柱必表待 這裡就是第四個 我們這個底柱就是這四個 這四個呢 最終是要成為一個中流底柱 也就是千之柱 仁之鼎 來讀一聲 標理得覆雲 遺憶多變叛至間 萬有萬之間 中流底柱須美不讓勝 頌厚歌萬民兩戰 所以呢 不只要陪得 而且還要吸懷若骨成為中流底柱 受到萬人的經驗 因為一塊不亦雕成一個非常非常美的佛像 是不是會有萬人的什麼樣 經驗有沒有 你看同此像 如果它只是一塊木頭轉到這裡 誰會去拜它 這個就是雕琢出來的 雕琢就是葛物的過程 所以最後是萬人經驗 萬人經驗 所以我們這邊用萬民兩戰當結尾 雕琢到最後就是要讓它 大家萬民經驗 大家的尊敬 來我們讀一下 在為日常中立標單模範 討厭中展現堅定事項 紛亂裡成為中流底柱 混沌時帶領游望之前 奉承無袖得萬民靜陽 或者把前面上面四句跟這邊兩句總共四句 四句就在講這樣的事情 那這樣的事情就是簡單告訴我們的 雕琢自己的所謂的幾倍 然後後面呢 旁邊有七個性中訓的 那個更詳細的跟我們講 總共是十一個功夫 前面的理性是告訴我們 先告訴我們 葛物是要成就一個經歷之事 但它必須經過雕琢的過程 這個雕琢是一種自我的雕琢 不是別人來鞭策的 雕琢的過程你要注意 在日常生活當中 你就要成為眾人的標竿文化 在考驗中 你要比別人堅定的那種意志力 在混亂裡 大家不知道該怎麼辦的時候 然後就停在那裡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要勇往的帶著大家往前 分成不救等突破了這些所有的困難 最後成功了功成不救 功成成退了以色 這樣可以得萬人的經驗 那這就是整個理性 一開頭先告訴我們的重要信息 所謂的格文 就是自我的雕琢 成為經義之事 好 我們休息一下 再來看這七個 一